泰国贾米多条跳岛路线怎么选择 今天就把我体验的路线完整分享给您 即是皮皮岛玛雅湾和四岛托尾沙滩组合路线 希望能帮到您的出行 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我们出海前往皮皮岛的Fifi Island 贾米跳岛主要四条路线 分别是四岛 红岛 皮皮岛和007詹姆斯邦德岛 干了很多公里以后 发现皮皮岛玛雅湾最受好评 周边有多个浮潜点 还可以把四岛的托尾沙洲一起玩了 所以在澳南海滩货币三家之后 我们选择包一艘快艇 早上七点船夫到酒店接我们 上午游玩皮皮岛 下午游玩四岛 包船的好处是自由自在 可以随意定制旅行时间和旅行线路 那个呢 我将在视频最后告诉大家 现在进入玛雅湾 踩好多船只啊 从贾米过来的 从普吉岛过来的 都在这儿汇合 在公园门票它要收400泰铢一个人 这个岛其实是小皮皮岛 它叫Fifi Lee 大皮皮岛它叫Fifi Dong 原来这就是玛雅北 这个是玛雅北 玉油油的水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沙子啊真的是好细哦 就像真的像面粉这个 这个沙子不错 玛雅湾的海滩上啊 它会冲上来很多水母 大大小小的都有 白白的 透明的 而且呢 它这里不能游泳 我看很多人都把鞋 拖在了沙滩上面 可能是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 玛雅北是很漂亮的 一定要来 而且一定要上岛到岸边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地呢 就是小西匹岛上的 Fifi Lee Lagoon 谢湖 驶入Fifi Lee Lagoon的那个海湾了 这个Lagoon 但是它水还是有五米深 滴潮的时候也有四米深 所以我们就转一圈 然后又出去前面有浮浅点 谢湖很适合拍照 还别说拍出来给我一种 仿佛回到长江三峡的感觉 接着我们来到猴子湾 The Monkey Bay 接着我们进行了两次浮浅 水质很好 与其有两三种 类似这种样子 不过重点我想给大家四个提示 第一 一定不要戴戒指 我先生的婚戒就永远留在了海底 第二 调试好面罩穿上救生衣 不管水系多好 在海里 救生衣能让你节省体力 专注于福钱 特别是当面罩频繁进水的时候 不会紧张 第三 男士一定不要下意识的把东西穿兜里 我先生的泳裤拉链就在水里滑开 结果手机钱包都掉了出来 还好他事先套上了密封塑料袋 才没有沉下去 否则损失可就大了 接着我们前往大屁屁岛去吃午饭 飞飞动 可以停留90分钟 现在才十点半 早一点出发 屁屁岛就不至于太拥挤 这是它的这个海边有很多的这种餐馆 希望能够找个地方 把身上的海水冲掉 太事 吃饱 下午好玩 吃完饭了 十一点半现在出来 你看屁屁岛上人就很多了 海岸附近的这些鱼 小鱼好多呀 水还是很好的 体质岛上用了午餐 现在又去玩其他的岛 看船风好玩 nice啊 给我们水果都准备好玩 下午的旅程 我们首先是来到了竹岛 竹岛的 Bamboo Island 岛上有竹子 但是看海岛上好多人呢 然后好像这个岛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它也不能付钱什么的 于是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下一站 鸡岛 再到了鸡岛的 鸡岛 看像不像一个鸡头处立在那 然后这是鸡身 我们放广角吧 看一下 看好多鱼啊 老板在 在喂这些鱼 全部都过来了 他在喂它西瓜 哇 原来不止人爱吃西瓜呀 哇 nice 鸡岛也有一处浮浅点 于是我们拿着西瓜下水 引来了一大群鱼 不过这里看到的鱼群 跟在皮皮岛看到的是一样的 如果鱼群的种类 能再丰富一些就更好了 现在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们要尝试在海岛中间行走 现在下午潮比较低 low tide 所以你看看这种两个岛之间的 这个沙洲就露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行走 在两个岛屿之间了 沙洲就是人有点多 其他啥都好 不过要是没有人的话 哈哈 这就不叫景点了 那么多水母啊 你看 在地上 在拍照到处都是 我刚才都没注意到 我跑到海里去了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我的那个脚后脚后跟上 怎么插插它那么疼啊 我现在都还有点疼 我希望我没事 你看沙洲 我们最后一站是波达岛的 波达岸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再加上我们也玩够了 于是就返回贾米啦 好多人呢 好多人都从这个码头回来 然后现在跟着我们的船夫 他又送我们回酒店 一条龙一站是服务 回来了 贾米战军停电了 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哈 七个小时 我觉得最值得的还是大小皮皮岛 大小皮皮岛比四岛更加的漂亮 尤其是小皮皮岛上的这个 玛雅湾的玛雅贝 真的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海湾 它的这个沙滩沙汁也是最细软的 甚至比佛罗里达 那个圣彼得堡沙滩的沙汁都还要细软 所以玛雅贝非常的值得 如果您只选一条路线再加你 那你就选皮皮岛的路线 大小皮皮岛 Fifi Dawn and Fifi Lake 玛雅湾是在Fifi Lake 那么四岛呢 您可以放在一天的行程当中 它有这样的这个Tour Group 即便您不像我们这样包船 那么你也可以参加它那种早了 Early Bird的那个Tour Group 就是相当于走七个岛 它是2500泰铢人民币500块钱一个人 我们今天其实一共是走了三个地方付钱 还是在小皮皮岛上周围的这个付钱点的水质是最好的 但是鱼群并不丰富 这边只有一两种鱼啊 所以能够满足一下您对付钱的这种 这种兴趣爱好 但是如果这种品质的话呢 可能达不到 我先生呢他去尝试过的付钱会比较多 他就觉得如果一到十的话 皮皮岛的付钱质量呢 应该是排在第五 夏威夷的话七到八 然后大西地的话就是十分满分 好那明天呢我们就要飞 我们就要飞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啦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带您逛菲律宾哦 那我们要去哪里呢 什么礼大大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带您周游东南亚 周游全世界 马拉滩世界 Hot part of the world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